輔家局去決勝 這場的BC4級雙人賽的四場即將開始 由梁玉榮先發球 先扔出一個白色的目標球 接著下來 他會處理紅波 紅波是屬於香港隊 屬得好 是呀 是呀 因為可以見到 其實他是故意把那個 自己的白色球在自己那邊 因為他對手比較強些 就是桑達斯 他在他的右手邊 所以他把這個球放在這裏 而把那個紅波放少少斜著 在桑達斯那條線上 是非常之好的組合 接著就會輪到英國隊去處理 對於加拿來講 都是有難度 因為在他面前 那個白波前面 有一個屬於香港隊的紅波 在那裏 炸散他 是不是一個好的情況呢 Kenny 當然一定要炸散了 才可以有機會洩進去 太鬆了 也都為英國隊 創造了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所以你現在見到 應該是由桑達斯去出球 因為剛才那個位置 桑達斯比較困難 雙人賽就是這樣了 兩位運動員 輪流就可以出三球球 看來這邊418號的桑達斯 才可以把藍波推上一點點 都算是OK的 Kenny 算是OK 不過就比香港隊來講 其實那個優勢還在 因為它是在白波和紅波之間 這個不難的 看看劉慧欣是否可以用他的經驗和技術 把紅波推到白色目標球 一個相當之有利的條件 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可以讓他推進去 是 一定要擋住他的對手 麥佳亞 成功做到 也都是令到白色球 那個目標球 前面製造了一個障礙 所以沒有辦法 就一定要逼到桑達斯再出他的球 因為麥佳亞那邊是有些難度的 雙人賽就是這樣了 兩位運動員在他們固定的位置上面 就因應的情況去處理他們的顏色波 都是叫做成功的 桑達斯這一球 是 看回雙方的組合 其實香港隊的組合比較平均的 梁玉榮和劉慧欣其實都不相上下 你見到 另外那邊桑達斯就較為新一些 那麥佳亞呢 就有一個金牌在手 在個人賽方面 是的 那見到 運動員呢 擺他們的顏色波 那個 情況都可以很不同 那麥佳亞呢 就 將他們的顏色波 就擺在一個袋那裏 劉慧欣也是 是的 是 對 對 可以 黏在一個白色目標球 也就是 意味著 接下來呢 就要輪到香港隊呢 去處理他們的紅色波 接下來呢 會輪到梁玉榮去處理 可以怎樣做呢 是的 眨眼看梁玉榮都有一個私家位置可以埋得到白色球 但他又要想著當他推了之後的結果 對手會怎樣出 所以他非常小心考慮 打散他 頂目 都是在這邊 不可以重複 推走了英國隊的藍色球 亦都是令到這個時候 英國隊要埋回那個位置 就有點難度 當然桑達斯這個位置是好些的 是 看看是否用他的力量去炸散他 因為他英國隊的藍色球後面都有在 會不會推前的白球呢 推不推到呢 對 撤過去 是 要破這個局之餘呢 應該要令麥戒亞 拿不到分 就最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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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接近白色目標球的一方可以獲得一局球的勝利 當然,整場比賽就要計四個回合 梁玉穎去處理第五球 不錯 即是說,又輪到英國隊去處理最後一球球 因為目前最接近白色目標球的顏色球是屬於紅色的香港隊 而且也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因為在白色目標球上方有三個屬於香港隊的紅色球圍了一道場 令到麥加雅要處理最後一球方要花多點心思 但是能夠推開白色目標球的話 哎呀,講到一半,講不到最後一半 因為紅色的目標球仍然是記住了 對整個比賽來說,信心大很多 因為餘下只有三個回合 看看劉慧欣的最後一球在第一局的比賽 一秒鐘 哎呀,非常好 非常好 好球 聽到呢,就在最後那個手掣 是 很快就會知道 三分 非常好啊 開始 三分 開好的頭 香港隊的時間 英國隊這位女將 都會在這場比賽出現 來到第二局的比賽 完成了一局比賽之後 香港隊暫時以3比0領先英國 這一場是屬於BC四級雙人賽的四強賽 首先在第二局發球的呢 就是 英國的桑達斯 一個比較遠一點的波 和第一局的情況呢 有少少不同 藍色球呢 是屬於英國隊 是 算不錯的一球 是 那當然一定要開回 因為麥佳亞 兩位來講呢 能力是比較高些 經驗比較豐富些 所以 他一定會把那個波 就放在麥佳亞那邊 那他現在這個藍波呢 就剛剛在那條線上面呢 就似乎是擋住了 梁玉榮那邊了 那所以現在呢 劉慧欣呢 就由他 開第一球先 看下阿欣是否可以把紅波打 散了藍波呢 創造空間給梁玉榮去砌 香港他在第二局的第一球 埋到阿 真是要鼓掌阿 這球非常好 這球非常好 好的地方呢 是在於 標示了 在鏡頭 左手邊 麥佳亞的視線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Kennie 絕對是 一方面就黏到實實 因為他們的球 通常是相對於 比較軟 軟身一點 所以一黏住了 對方要撞開它呢 是有些難度 可能要浪費一兩個球 才可以撞得開它 接著來就輪到英國隊的桑達斯 對於他來說 有利的條件 就是在他面前 還有一個藍波可以讓他做 打鬆它 這個也是一個策略來的 Kennie 絕對是呀 他不鬆就不能進去 不過就變成浪費了一個球 但仍然是 貼近白色目標球 最近的 仍然都是香港隊的紅色球 所以他們用的球 一定不可以太過硬 一定要軟身一點點 如果不是剛才一推 那個球就會滾走了 講起球的軟身 其實都有軟硬之分 每個球 是 它是似乎他當時所刻 所希望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們一定要 知道自己 哪個球是硬一點點 哪個是軟身一點點 在不同的策略裏面 是用不同的球 當然他用的球 就不應該太過軟 因為太過軟 好像有一段時間 人們發覺 原來有些球 好像鬥袋一樣 不是球 來的 然後 在比賽的時候 就不可以有助手協助 跟剛才看到的 BC1級的團體賽 有些分別 是啊 因為其實他們 一般的能力 就比較高 其實有些運動員 他是用腳的 BC4 用腳那個就可以有助手 但是一般來說 因為你用腳 始終不能夠用手 相對的手來說 是吃虧的 太陽流強之下 你見到 BC4 一般 在國際比賽裏面 都沒有甚麼用腳 劉慧欣打散了 英國隊的藍色球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Kenny 他打散了 是 是 他之如 是 令到那個紅球近了少少 見到 所以現在是藍球 要再打了 我輪到英國隊 將會處理第四球 真是難度了 有難度了 怎算呢 我見到 那間下都皺了眉頭 是 是 藍喜左 隊長秘章 亦都是 英國隊向雙人賽裏面 最重要的一位運動員 是 所以我說呢 打雙打和打團體 真是要整組的組合 要很合 很平均 你不可以單靠一個人 他們平均出來呢 他們的合作性 就真是要很好呢 好 這個都做得不錯的 這個波子 真是要看一下 麥加雅的技術 是 他現在把藍球 三球可以怎樣打 看一下是不是 一球球就可以將 紅球邁到白球 哎呀 哇 就滾了個白球 非常好 白球出去了 白球就要放在中間 我們說有一個田字 其實是一個十二位來的 是的 放在這裏 那現在再看一下 裁判看一下看一下 是藍球近還是紅球近 哦 是藍球近一點 所以紅球就要再打 繼續 是好的 因為它可以黏住了白球 而且香港當然還有三球 是啊 是啊 那當然首先的條件 那當然首先的條件呢 就是要黏在白色目標球上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比較有趣的策略 是啊 所以你說那個中間的田字呢 其實原始不是一個田字來的 是一個十字的 是一個十字的 是一個十字呢 就是說那個波 白球出去了 就放在山頂中間的 哈哈 剛才他就說那個白球 還不是正中間 現在才是中間 好了 看看梁玉榮 這樣處理 這些位置 是 沒有難度 是 因為位置差少少 就差少少 所以剛才我們看上去 好像是正中間 原來不是中間的 魚道書中間 那梁玉榮也都成功 將他的屬於香港隊 紅色球 擺到貼一貼 那這些也是 真是我們說高手過招 一個高水平的運動員 是 可以 因應著局勢的變化 去作出一些很精準的決定 是啊 英國也是第五球 來自麥加雅 是 他撞產了 不過他還是剩下一個球 所以 對於香港隊來講 這個球隊呢 形勢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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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 是 因為最後一球球 都是要由英國隊去處理 英國隊去最後一球 是 是 而且香港隊還有兩球球 是未做的 白色的目標球呢 就擺在一個 十字位 一個填字位 是 那十字位 那兩條十字 大概 應該是 5cm 那麼長 原先就沒有 這個 正方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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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呢 我們永遠說的容易 說的很容易 始終運動項目就是這樣的 始終你的動作是做不做到 在那一刻出球的時候 也是有壓力在 絕對是 還剩下一球球 香港隊呢 要看看怎樣處理 因為處理得不好 這一局球就會反而跌了去 英國隊那邊 因為現在最貼近白色目標球 最近的顏色球 是英國隊的南方 他也做了一個指示 對 對 麥加里還有一個球 我看到 現在看到的情況 當然要看看 劉慧欣和梁玉雲呢 就聊一下怎樣做 香港隊的最後一球 打不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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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就要由桑達斯出球 因為麥加亞那邊就阻礙了 雙陽賽一場比賽就是新肢育進行 每一局球每個運動員可以投三球 這一球球就出了街 但就炸開了 仍然是由英國隊去處理第二球球 繼續是桑達斯 看看能否幫到隊友麥加亞做了一個有利的條件 看來很大機會可以把藍波推到白色目標球 不錯 不過不太黏得緊 不是很黏得緊 看看香港隊是否會選擇 用一個球 把紅色的屬於香港隊的球 黏在白色目標球那裏 希望 甚至乎 把白色目標球推後一點也可以 看看梁玉穎有很多個選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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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近了一點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香港隊和英國隊 在第三局都已經完成了兩球球 是 是 接下來呢 就會輪到英國隊的麥加亞 去處理第三球 見到很硬地滾球的比賽 運動員的擺手都要很精準 所以在出手之前 麥加亞都已經做定一些準備動作 看看是否把面前的藍色波推近一點 真的 是 推近了 對於香港隊來講 都是有一個有利的條件 就是 那兩個的紅色波 都是一個比較貼近到白色目標球的 看看會不會可以撞散 希望他把白色目標球推後一點 令到屬於香港隊的紅色波 可以埋回到白波那裏 希望他接到白波的 即是藍波、白波中間之餘 就把白波再近後一點 接近那兩個紅波 那就最完美了 是的 那始終呢 完成了兩個波之後 都未穩妥3比1 這裏呢 這樣的情況就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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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白色的目標球 中間那個藍波和紅波 都有一個 位置給劉慧欣 有一個空間 所以希望劉慧欣那個紅波 可以 接在藍色 最近的藍色和白波中間 是 再向前那個白波一點 就是最理想的 劉慧欣這些球球 拉後一點去做 嗯 是否想 大力一點扔呢 當然那個 那個位置就直一點 是的 好一點 真的好厲害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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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成功可以把 利用到 其他球的位置 幫自己 所發出來的紅波 製造了一個 是 施加路 是 埋到一個白波 所以他們 那個 自己坐的那個 box位 其實有2.5米 那麼長的 所以他們要好好利用 有時候 往前一點 往後一點 拉到那條線好一點 那也是做了一個遮擋 這種呢 令到 英國的麥加瓦 去處理這球球 都要動邊腦筋 是 還有一個拋閘 是不是這麼準 可以炸得開呢 好 反而幫了香港隊 哈哈 是的 幫了他 跟著 但藍球 就擺了一個後方 都是一個叫做 不錯的位置 當然也要看下 最後兩球球怎麼做 是 但是 英國隊呢 就 要繼續去 訂下 一定要求 看看香港可不可以做尾波 做尾波就好一點 對 在局裏 希望可以取得多一、兩分 硬要將自己的座架放在後一點 對 又是遷就位 打開它 鬆了 鬆了 不過都依然要打 還有一個球 但香港還有兩個球 當然 如果英國隊最後這球球處理得好 那就可以令到優勢拿回頭 但是 都要看下這球球怎麼做 對 看看桑達斯可不可以 經驗當然沒有墨加亞那麼好 但是 有的就是活力 是 問問墨加亞 我這樣就來了 嗯 有空間可以讓她做的 當然 一定要做得好 做得精準才行 是 是 埋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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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輪到香港隊去想 有利的條件就是 在白球旁邊有兩個紅球在 但是不利的因素就是 在白球的前面一個 塞住了英國隊的藍球 是 如果一切不變的話 藍球仍然黏住在白球裡 就變成了這一局 會是 英國隊得到分 那當然看下劉偉欣 是否會選擇炸散她 但是要炸散她的話 也要留意 在白球的後方都有兩個藍球在 香港隊的第五球 第三局的比賽 好球 唉呀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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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鬆 反而就 把兩個藍球往前 沒錯 把那個 藍球呢 推多了一個 到白色目標球 最後一球 梁玉榮怎麼搞呢 可不可以憑著這一球把比較不利的情況拉回來香港隊這一邊 一球就足以令到這一局的輸贏 是 好耶 現在是會將領先優勢擴大多1分 嗯 一隻手指擺在紅方的位置 意味著 香港隊能夠晉級的話 他們決賽的對手將會是泰國或者是中國隊 是 最後一局 麥加瓦為英國隊去發球 是 白色的目標球 接下來第一球也會由他去處理 嗯 這個中場距離 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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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呢 把藍球貼到白球 嗯 當然每一局的比賽呢 顏色球的走向呢 都會很影響到運動員 怎樣去處理之後的球 嗯 剛才呢 嗯 比賽期間 你都見到 香港隊呢 都試過呢 是 將白球呢 乾脆打了出界 將白球擺回來 一個 中間的十字位 就是一個填字位 那裏 也都是見過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當然運動員 是會因應著的情況呢 是將 呃 他們的 顏色球呢 是好好地處理 啊 劉若榮會處理第四局的第一球球 屬於香港隊的紅色球 好球 哎 推中他的 非常之好啊 而且都將白色球呢 推到埋去 場邊那個位置 嗯 未至於出界 不過是非常之甜 因為你不推中他 有個位置呢 是很難入到第二球 那裏 在地上 所以這個是一個唯一的策略 好球 好球 真的要鼓掌 這個做得很好 因為這個這麼遠的距離呢 你能夠做到這樣貼呢 是非常之厲害的 真的 這個角度呢 就真的看到 那個紅色球呢 是跟白球有多貼啊 是啊 麥加利 又真是 有點頭痕了 怎麼辦 而且呢 已經是來到 比賽的 尾局了 是 那對於香港隊來講 當然了 穩穩陣陣就是最好 但是英國隊呢 就一定要搏的 是啊 一定要贏三分 才有機會翻身 是 是 用力量去推鬆了一點點 是 但是呢 香港隊的紅球 仍然是 白星目標球 是 他還有四個球 但是呢 那 麥加雅呢 已經是用了他自己的兩球了 那 在他身上呢 只可以 用多一球 嗯 所以現在 一定是 女的運動員 艾華斯 來出球了 因為他不想 那麽快出 自己最後的球 一定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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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麥加雅要做完他自己的一球 最後那一球 因為可能 艾華斯就告訴他 這個做不到了 這個 那對於香港隊來講 都是非常之有利 因為已經是燒了麥加雅的三球球了 他走了 OK 那香港隊很大機會了 是啊 因為只剩下艾華斯的三球 而且 艾華斯也是 剛剛在最後一局才換出來 嗯 整場比賽都沒有出過手 是 是 是 還有他這個 這麽邊位置呢 他 撞了個白球出去呢 那他還剩下兩個球 那 但是香港隊就有四個球 沒錯 真的可以慢慢做 看定些 因為 這個形勢大家都看到了 距離 白色目標球 最近的 仍然都是香港隊 所以 接下來 繼續在英國隊 艾華斯去拋襲 是 做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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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香港還有四個球 沒錯 那看一下 梁玉榮怎樣去做 穩陣的 就貼上去先 不用這麼急 因為始終香港隊呢 有三分 零先有勢 三分 好聰明啊 是 他不撞 看看還可不可以貼 只要貼多一分 他已經贏了 都夠了 夠了 慢慢來 而且也是做了一個障礙 給艾華斯 是啊 因為這個 由梁玉榮發出來的 紅色幫 是 剛剛遮住了 艾華斯的視線 噢 炸散了他 也都令到 艾華斯前面 有兩個 屬於香港隊 紅色幫 遮擋著 那個白色目標球 是啊 劉慧欣 第五球 劉慧欣 第五球 但對於香港來說 其實都不可以鬆懈 雖然還剩下兩球球 因為還是有數得計的 是 英國也還有兩球 是啊 對呀 千萬不要被返身 沒錯 因為還有機會 英國隊 是可以在這一球 多拿三分回來的 當然 以球球球就 穩穩陣陣了 穩陣了 穩陣了 穩陣的了 真是 而且呢 也是令到 在這一球球 優仔落到香港隊那邊 嗯 英國隊麻煩了 當然阿華斯都要盡力去訂了 第五球 也都是屬於他自己 下場的第2球 深呼吸 嗯 嗯 進了力的了 嗯 也都是 始終沒辦法 香港隊 擺了好幾隻的紅波呢 做了一個遮擋 是的 還有一球 那阿華斯也都和麥加雅商量 將會發 屬於英國隊在這一球的最後一球 見到 在場上 因為劉偉欣的第五球的紅波 實在貼得太近了 沒辦法 所以沒辦法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已經是完成了 他們在這一局的六球球 聽到在馬鞍山體育館這裡 就報以熱烈的掌聲 因為在主場的是香港 所以在場裡面 很多香港的支持者 都是和黃均衡 激過獎 是